我們就開始錄了 好 謝謝 我看一下我剛剛算到哪裡 重新再算一遍這個 ROI 投資報酬率 我們先用TOTAL BENEFIT 用3800去減掉 TOTAL COST TOTAL COST是 1818083 然後再去除以TOTAL COST 就算了 我們先用TOTAL C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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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路上發點電視,哪裡啊? 嗯,到 中成本 18.083 講說再出語,18.083 對,我們應該打一次 5.06 對 不用剪 不用玩一下 剪掉 18.083 7.083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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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 4吧 8.083 9.095 8.083 9.095 8.083 9.095 喔, 9.096 8.083 他就用下面這個資訊 為什麼? 因為不能用索的 他都用線紙 他就用線紙 你講那一個 喂喂喂 現在講那個投資報酬率 投資報酬率的話我們就可以看到 他是用那個 他是用 累積的定線值 也就是後面的629421那個數字 然後之後去除上他的總成本 就是他的那個ROI 然後他的公式的意思是說 他全部的總效益 然後就是總利潤 所以就變成說你的收入要減掉你的成本 才會是你的效益 所以他這個其實還有 裡面還有包一個小的算式在裡面 然後之後再去減掉你的總成本 然後減掉之後再去除以你的總成本 這樣能知道嗎? 因為他是效益 你要利潤 利潤就是等於你的收入 減掉你的成本 這個才是你的利潤 所以就變成說 ROI的話其實是用你的利潤 減掉你的成本 他其實是這樣 這樣能知道嗎? 還是我覺得太亂了 應該是這樣 收入減掉兩倍的成本 沒有啊 他沒有減掉兩倍的成本 喔沒有這個是 呃 他套上這個公式 然後 刻本上是 直接用 直接用進線值 就是N P V 然後之後減掉你的成本 之後再去除上成本 所以你就要記這個公式 然後 基本上的話 考試可能會出一張表 可能要你們填表 也有可能會 出一個公式 因為我們之前也沒有教過這個的 然後就變 考試的話 你們可能就要注意 尤其是這張表數字 他們的關係你們都可能都要 記清楚 然後之後 有關於PV的那個利率 你們有人有算出來嗎? 就是說 就是說看那時候老師會不會給你們利率 如果沒有給利率的話 我們可能要自己推 所以剛才 Chester就有講說那個 推法 但是 就是 你要知道PV是多少 如果他有給你PV的話 但是現在就是 不知道考試怎麼考 然後之後到時候會再跟老師確認 看是要填表還是會有一點類似請進題 請進題的話可能就是 數字會給你們 然後我們要自己套公式 填表的話 你可能就要自己去推 由上面的數字去推 大概就這樣 有其他問題嗎? 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的話我就 換給你Chester 為什麼是3嗎? 因為 我的總值是 638000 你去除以這個東西會得到我們的PV嗎? PV是619417 我們算出來這裡面是1.03 公式裡面是不是寫說 他的公式是 1 1加上利率 1加上利率的 就是3% 的年 年的次方 你第一年就是一次方 第二年就是二次方 然後第三年三次方 我們現在是第1年 那這裡就是一次方 他就是1加 一加都少會等1.03 是不是加0.03 那0.03就是3% 0.03是不是3% 3%就是3% 你要懂嗎 剛才後面的我有點講錯 利潤指的應該是上面這個是理潤 然後所以 這個是等於 所以你們只要記得是用 後面的這個 這個其實是等於利潤 成本這邊就 欸 成本 成本還是有 只不過他前面上面這個是利潤 沒有沒有沒有我剛才有點講錯 其實 上面這個整個是利潤 所以全部來講是利潤除上 利潤除上成本 就是你的投資報酬率 然後只不過他這邊的 上面的算法是直接用 進限值 進限值就是 利潤的進限值 然後去除上成本 所以這樣就好了 所以就是這樣 利潤除成本就好 所以就 利潤減成本 那個把它忘記 利潤減成本 利潤除成本 然後利潤的算法就是 然後利潤的算法就是 這樣 這樣能知道嗎 我剛才有一點講錯了 收入減成本 收入減成本 再去除上成本 然後收入減成本那一段就是利潤 對 呃 NP 他的那個NPV 他是講 利潤的限值 利潤的限值 對 對 我覺得這個不在講NPV 頭頭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不在講NPV 我覺得這個不在講NPV 因為NPV有時候不一定主 會請 會想做給我 我覺得這個不在從 那費 聲音 我願意 你可以再講一次你的問題喔 應該是說他後面帶的是 利潤的進限值 因為 我應該不能直接用NPV去講 因為NPV有很多種可能是算 成本的NPV有可能是算利潤的NPV 對我剛才是用利潤的NPV去除上成本 對不對他意思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可能 單單講NPV可以讓你有點誤解 然後課本上的話是 直接用利潤的NPV 然後直接去除上他最後的 成本的那個PV 然後之後就可以得出他的投資報酬率 還有其他問題喔 還有其他問題喔 講說得到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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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應該說課本這邊 他是直接帶PV的那個 的利潤 收入減掉成本的NPV去算 那我們考試的時候就 看清楚題目他給你什麼數字 然後要你帶什麼 你就帶什麼進去這樣子 那課本他這邊是直接用PV去算的 請說 對這就 考卷會給你數字 他們要算哪個公式 什麼公式 他們要算哪個公式 你說 蛤 能 人現在是要算哪個公式 課本他上面是說 Total Benefit 減掉Total Cost 去除以Total Cost 那你看他 考卷上面會給你什麼數字 如果他給你 PV 然後要你算PV的Benefit 減掉PV的Cost 去除以PV的Cost 那我們就帶PV的進去 如果他沒有講 我們就帶Total的進去 這樣子 你是說 那是24.40 沒關係 沒關係 他那個24%是用 是用 這幾年下來的 那我剛剛算錯那個時候 我只算第一年 那就沒有所謂的投資報酬率 對對對 那 所以要算的時候 意思要算 所有 所有年這樣下來的 的 總值 去算 投資報酬率 這裡啊 這裡有啊 這兩個幾塊 就是這個嗎 對啦 確定 課本上 超公司就是這樣算 課本上 直接用PV的去帶啊 那我們最後 黑板上面寫這個 算出來 就會是 24.4 OK喔 還有問題嗎 對於ROI 沒有的話 沒有的話 我就要進入損益平衡點 喔 那損益平衡點 我們一樣帶公司進去算 一樣是看26的那張表 請說 你現在先忘記什麼NPV 現在你只要知道是 收入減掉成本除以成本 對現在你請大家先忘掉什麼NPV 你們只要記得是 收入減成本 再去除以成本 對 我只能回答 我也不知道要什麼啊 課本就是用PV算啊 我只能跟你說 他課本就是用PV算啊 可是 你看他給你什麼數字 然後要你用什麼 如果他給你這張表喔 那我們到時候在 就是在看老師講的怎麼樣 講的怎麼樣 斟酌給分 對對對 不會啦不會為難大家 對啊 真的啦 就 計算機嗎 通常是不能帶電子的東西 只能 純計算機喔 就是只能計算那種 就是那種 帶算盤 我真的蠻可以看 我有人帶算盤 計算機 呃 我在爭取看看好不好 對對對 呃 講大聲一點 就是看 看考卷啊 對 因為無論你是帶 帶PV的 或是帶偷偷的 算出來的東西都不一樣嘛 那只要你算的是 就是個別是對的 那其實就是 也是可以拿到分數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只能 自點 自點 那計算機 我再幫你們 爭取看看 不行 自點只能帶紙本的喔 買 你如果去買以後 都用得到 因為偶偶也是可以帶自點的 對啊 你如果你是 就是 剛剛講到哪裡 而以後你們 考O也是跟SA一樣規矩 所以說你如果買一本字典 以後再偶偶也是都用得到的 對 那我會建議你們 可以買那種可以中半音的字典 就是可以中半音 一半鐘那種雙向字典 對 對 因為你考試的時候寫 英文是有加10%的 你今天考50分 那就加5分 就變55分了 對 那我現在要講損益平衡點了喔 我現在要講損益平衡點了喔 就是 他是找 他是找 他課本的意思是找第四年的損益平衡點 那我們就找 2018年的那一邊的 年的NPB 去檢調Cumulative的NPB 那就是 450019 去檢調 166026 再去除以 450019 要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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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喔 2018年喔 那最後算出來的答案就是 0.63 0.63 那0.63 就是我們的 損益平衡點 你說3.63年嗎 你說3.63年嗎 Rable助教 知道齁 那我就不求救了 那對於這個算法還有任何問題嗎 沒有的話我就直接講甘特圖了喔 甘特圖請翻到課本第56頁 甘特圖呢它就是一個用來評估專案各項工作進度 那我們可以看到 56月這張圖上面 它有ID1到12個任務 那每個任務都有任務的名字 然後 任務的周期應該說 任務的時間 就像它ID的那個任務 它的Division是要做兩個禮拜才做得完了這樣子 那右邊有Start跟Finish 就是它的 開始時間 還有結束的時間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就是 畫成 畫成那個橫條圖 水平橫條圖 你剛剛問什麼 蛤 沒事 那OK齁 那我們就會 畫完就是像右邊這樣一條一條的下去 那就是你每個任務 的那個工作進度 然後要做這個任務要做多久 就是都清楚的交在上面這樣子 那會有一個里程碑 里程碑我們會用菱形然後寫日期 下面有1月15還有4月1號 這個就是里程碑 甘特圖的里程碑 你說甘特圖嗎 我說就是有沒有看到下面有那個菱形的然後有日期的 1月15啊然後4月1號這個就是 專案的里程碑 對 那其實這個是只有設計者才要知道里程碑是什麼 那我們 我們這種就是看圖的 只要說喔 這個東西是里程碑這樣就好了 對 所以 就當你這個 沒有你就 就我覺得只要看得懂就好 那有可能會叫 老師有可能會要你們畫 但是我覺得也不是 因為要畫這個也是蠻麻煩的這樣子 通常我們都會用繪圖軟體去畫 欸請說 要 要怎麼解釋里程碑喔 他就是一個就是你做一個專案 你的專案才能去訂的東西 對 你的專案才能去訂的東西 我覺得也不用特別去 去解釋說他是幹嘛的這樣 因為我其實也不知道老師想要 到底想要問什麼這樣 有時候老師就是 有時候老師就會 問不到想要的東西 他就會一直問一直問 然後問了很久他就 越問越生氣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講他自己的 所以他遇到就 就也沒辦法就 也不知道老師到底想要什麼東西這樣子 對啊 那你們三個就 踴躍發言啦 才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那對於甘特圖還有什麼問題嗎 甘特圖 在這裡 就是 我這裏的 李誠碑就是 轉戰團隊定的李誠碑 對 轉戰團隊定出來的一個 一個目標這樣子 這裡是說他 1月15日要開始幹嘛 然後4月1日要幹嘛這樣子 他就只是一個 一個註記的 對我看上圖他就是 一個註記的這樣子 請說 你說PerChart嗎 PerChart就是 就是2014的那一張圖啊 57月2014的這張就叫PerChart 什麼 哪裏 你們在講哪裏 這個喔這個就是他的 比方說我現在要做第3個任務 那他的前置任務是要你第2個要做完才可以做第3個 對對這是前置任務的意思 前置任務 你要先做什麼才可以再做他 像你看第10個嘛 還要先做完89才可以做10 那乾熱土還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我就要講PerChart囉 我先去看 公式就是這樣 對這就是你就算是專案管理 你今天學SA跟學專案管理他的公式就是這樣 樂觀時間加悲觀時間然後正常的時間去乘以4最後再除以6 我先去看 這是什麼事 我先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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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我先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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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perchart是一個就是用來表示你每個任務要幹嘛 然後開始時間到結束時間的另外一個表達方式 那我們要請到知道什麼叫做躍進 躍進就是網路圖perchart裡面最長的那一段 最長的那一條路線就叫做躍進 有什麼叫做躍進去 然後再做躍進去 就做躍進去 你的臀部 就是在你身上的臀部 所以你會読壞一下 你會読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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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是我隨便畫了簡單的網路圖 那上面ABCD這個就是任務的變號 那下面這個數字就是每個任務的要做多久這樣子 那你們覺得躍進是哪一條 躍進就是他的最長時間的那一條 他躍進就是這裡啊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要做D對不對 你做D你是不是要等到B跟C做完了可以做D 但是你C要做10天嘛 那你B做5天就做完 可是你做完5天你卻是還是要等到C10天做完 你這5天做完的時候你5天可以休息 那你還是要等他做完可以再去做D 所以這條這個就是他的時間不可以被延遲的 他就是10天一定要做完 但是我這個我不一定5天要做完這樣子 他這個就是有礦域時間 他有礦域時間所以他就不是躍進 當你一個任務一條路線他沒有所謂的 礦域時間的時候 他就是我們講的躍進 那像這邊EFG也是啊 這些E跟FG都要等到G了把它做完 你才可以做H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 Per chart的部分 那公式就是 剛剛有講的 工作的平均時間 就是樂觀加悲觀 然後正常時間乘以4除以6 那他在課本的58頁那邊有寫 這樣子 對於Per chart還有還有疑問嗎 樂觀時間是什麼 背觀時間是什麼 題目會給 對題目會給 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只要知道就好 只要記得這個公司就好 如果題目有給那你再去算 樂觀時間應該就是說 比方說我一個東西 我正常我預定我10天可以完成 那正常時間就是10 那我可能覺得說 我今天我敢工一下 我比較快做完 我5天就可以做完了 那5天就是樂觀時間 那比方說我今天真的發生各種狀況很不順的 那樣的可能要20天可以做完 那20天就是悲觀時間 這樣子 這樣子 就是也是一個那個 專案團隊在開發的時候 去預估的 評估的 樂觀跟悲觀的時間 那這場時間就是沒有意外的時候可以做完的 這樣子 還有問題嗎 還有問題嗎 如果大概多久可以做完 這個就是正常時間 那樂觀就是 像他這邊講 我如果快一點的話 我大概幾天可以做完 那我慢一點 我幾天可以做完就是悲觀時間 對 那樂觀 正常時間就是他 平均 就是正常情況下 他覺得多久可以做完 請說 請說 要加括號嗎 要加括號嗎 什麼意思 對 是處在最下面 對 對 公司在課本的58頁上面 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就下課囉 請說 呃 你說第三章嗎 這禮拜會講第三章 這禮拜的進度是第二章跟第三章 那我們助教這禮拜就只有要 要復習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老實地常常會講 技術可能性就是技術上面的限制 技術可能性就是我剛剛講的技術嘛 技術可能性就是我剛剛講的技術嘛 技術有一個就是說 第一個它是說我的分析師 我的系統分析師對於技術這一塊 對於商業 然後商業模式 商業流程這一塊 熟不熟悉 我如果不熟悉的話 我的風險就會很高 對那我如果專案 我專案做越大 我的風險就越高 那我如果東西越難整合 那風險也會越高 也就是說它就是一個技術上的限制 就像你玩遊戲嘛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跳擊打怪啊 一定會死嘛 那就是你 你等級不夠 你去打那個就是 風險就比較高啊 請說 什麼 還有疑問嗎 安靜一下 安靜一下 好輕鬆 這個我只能跟你說 老師上課會講 那回去請 預習 可以先教喔 可以先教喔 但是我也不知道這個東西 老師會怎麼講 帶你們了解一下喔 Jason哥哥 Jason Jason不在嗎 那Rainbow Rainbow來 輪板那個 你過來看 Use case point 這個喔 對對對 這個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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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我們今天那麼一場可以 對啊 我們想說 讓我們自己回去 一起 我剛剛就是這樣講啊 想說 這可以在我們上回了解一下嗎 因為 沒有了解嗎 沒有了解嗎 我們都沒有交過第二章 所以其實 我也沒上過第二章 所以其實 我也沒上過第二章 所以我變成說 我們可能要自己先回去 預習一下 然後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來 可以再來問我們 因為我們也會先 預習一下 不然我們到時候上課 也會聽不懂 老師在講什麼 考試 下巴考試 好 下巴考試喔 好 會啊 考卷的話我不知道 然後可能只能從之前的提醒幫你們去稍微複習一下 但是你們第二張老師去年沒教過 前年也沒教過 大前年的時候我還沒進來 所以就變成說第二張可能要先自己加油 然後之後我會 我會再跟傑森或是老師稍微討論一下 方向大概是這樣 那我就下課囉 他有疑問的就是下早助教這樣子 打招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